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綠衣男子 突然跑到超商門口 拍了自動門 不斷大聲喊救命 但眼見後頭有人緊追 趕緊拔腿狂奔繼續逃 而他的妻子在先前已經遭人掳走 疑似是賭債糾紛 爆發衝突 剛剛我看到就是有人追著一個人 好像要把他抓起來 有人超商在救命 超商玻璃上還印有手掌痕跡 事發新北林口區18號凌晨12點多 這對夫妻疑似網路遷堵 300萬債務和對方相約談判 不料糾紛談不攏 雙方發生衝突 夫妻遭人追逐 還被噴灑辣椒水 其中一名女子遭人帶上車載走 而警方霍波鬥場 將被害男子帶回警局 在4小時內以車追人 將兩名嫌犯查棄盜案 被害女子也被釋放 沒有受傷